近年来Google人工智能在各项领域的卓越发展深受大众欢迎 近期更跨足医疗界与芝加哥西北医学院教授合作 透过AI优越的影像辨识能力 筛减女性乳房X光照片 判读出原本未筛出的乳癌患者 在癌症初期检测时减少判断错误的几率 提供检验民众更准确的结果 Google人工智能近年来在图像辨识和数据分析上 卓越发展近期更横跨医疗领域 Google Health Alphabet旗下的DeepMind AI部门 与芝加哥西北医学院教授合作 透过AI系统筛查乳房X光照片 找出原本未筛出的乳癌患者 同时减少病患未离癌 却被确诊为癌症的未央性几率 大幅提升癌症筛减的精准度 胃疾病患者是非常 common的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数据显示 放射科医生在乳房X光检查中 未有多达20%的女性 罹患乳腺癌却未被检测出来 导致延迟治治疗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 除此之外 在10年内所有接受检查的女性中 有一半的人得到了未离患癌症 却被确诊为离癌的未央性结果 为了改善这一缺失 研究团队利用AI系统 在图像电视的优越性能 识别成千上万离患乳腺癌的 乳房X光照片 并使用英国25856张乳房X光照片 和美国的3097张乳房X光照片 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美国乳癌病患未被发现的几率减少9.4% 英国减少2.7% 胃阳性的几率也分别降低5.7%和1.2% 和放射肿瘤学家的判读结果相比 AI表现仍超越一般专家 尤其针对较难以发现的早期癌症 AI能提供更准确的判读 提升癌症初期检测的精准性 让离癌者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这个研究也登上著名的自然期刊 本集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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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集完